今天收到老师发的第一学习最后一周的课表 马上就要圣诞节的三周假期了 一晃从9月5号到今天12月10号 已经是三个月过去了 从最开始走进我们的影棚 老师告诉我们如何跟模特沟通 一次次的练习 老师带我们体验了传统的洗照片流程 从放大镜里查根底片 再洗出来照片 练习在当场看夜景 还遇到同学 一次又一次的作品点叮 看到同学们的作品 看得越来越好 后来我们迎来了第一次作品 过在学校走了 老师教我们如何装表 跟我们一起研究相框摆放的顺序 调整高度和水平 我们每次的轮班负责大家的计划器材 学习产品摄影了 我喜欢拍玻璃制品 在卖酒的店里找好看又不太贵的酒 这段时间总是在想着要拍什么 准备些什么道具 该找谁做自己的模特 自己也要给同学做模特 我觉得最近拍人给黑龙江大哥拍的一个系列 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段照片我也最终决定 作为第二次挂在食堂做展示的作品 开始的时候老师总读出我们影棚门口的预定来 别让他空着 多预定进去练 说了两次以后 后来就特别难抢位置了 最近下了几次曲 学景还挺美的 但我总觉得我还是不喜欢寒冷的冬天 我想未来又会是一次和以往类似的路 就像我从普顺去了大陵 又去了上海杭州